字幕提供 回到玩具TV 今天讲到Star Wars 有六个版本 讲到面前的四个Hologram 比较少人玩 而且真的比较少人玩 但它的鞋子宝是不停的出 是吗 很多款 只讲Black Series 6吋 差不多有十几二十款 我见过 不过这四款 其实有几些是沧海为主 我相信它生产皮肺相对便宜 没错 大家都在想是同模 但其实是单色 不用喷眼而口鼻 但Hologram也有些巧妙 譬如先讲Darth Reader 最多是看 Stand out是比较美 而且它特意 头盔是用了全透明 全透明 这些是磨砂 磨砂 磨砂的表面 就变成了很像半透明 其实半透明的材料 你问我是没有半透明的材料 只有磨砂 只有磨砂 如何是半透明 如何才算是半透明 很难定义 所以其实是透明件 不过是磨砂 没有磨砂 所以你见到头盔是全透明的 全透明 另外这些是 另外它本身的衣服 还要装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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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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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Jedi 我是 這個是機械腳的,就是Comic裏面的 這個就是那套敵龍的兒子,做主角那套 那套May的Hologram版 其實他什麼都可以出的,說得比較壞 右邊這個,其實就是另外一套 Asuka裏面有個男子 那個男子是一個Jana來的 是一個反抗軍,Urza Briger 你留意每一個座,其實都有一個透明的景點 你不要以為我的座是一個座,你現在示範給你看 看著 Made the force be war 很厲害 超榮,沒錯,很硬力,剛型年輕人很硬力 他是閃閃閃閃的 不是 不是 Radar的效果是最好的,因為有件袍 大隻,你會看到它的光好像在上去 有一個星座,好像有些火光 很像 嘗試鮪那隻,鮪那隻都是有袍 阿May 有袍是好一點的,因為白色藍色這樣上去 不爭就弄了阿摩 因為呢,站有彈有讚 因為呢,他真的有好光的 心溫仔千萬不要讓他看,不要讓他看,很光的 我都看了,不過你不是十分仔,就不用太害怕了 因為大人,OK了 阿摩就這樣,你看到一隻腳就光,一隻腳就不光 還有呢,這是新的Hologram,他跳開跳出了 如果沒有燈,就是差很遠 沒錯,沒有燈真的差很遠 但這個很多朋友是不知道的 因為真的,這個銷量不是太理想 因為其實很多是重複 還有那個Hologram是出一段,你又要買 他不斷出,你不知道多少 但如果你買一排燈,那些人很厲害 可以蓋到濕電 聖誕節就出,Merry Merry Christmas 其實他是正常的價格 我買個燈座就比較便宜 正常的價格,但你見到盒子隱藏了 他的價錢應該是貴一點點 因為其實Khazibo這麼久沒見到有燈出 沒錯,他終於接受這個大潮流 我問他燈是不差的 我買個XX的拉打 不用擺所有彩透的一番相片的拉打 或者剛剛出,希望有機會介紹的半透明的 涵帶超人系列等等等等 但真的未醒覺Bandai還未出 那這個燈是不是叫鞋子燈 鞋子LED燈 你覺得會不會是他們不想去搞售後服務 假設有些沒有售後 你問中了個問題 剛才我玩了四顆 我好不幸第一顆就是不穿的 我差點上去,會不會每顆都不穿 因為一做到用電,不要說燈 可能是聲音也好 一用到電,他會牽涉到一個安全條例 這個是做廠,或者做生產商 最不想去碰的一個範疇 沒錯,尤其是那些是附小朋友玩 對,但差不多六七年前 那時候Bandai也做了一個研究 一個調查 一個調查 就是什麼玩具比較好賣 一定要有光和有聲 所以你留意一下 之後那些蒙面超人的變身腰帶 就是新的蒙面超人 全部都是要有聲音 有人說話 就是那個腰帶一變 就會有人說話 還有有燈光 因為他就出玩具的時候 好賣一點 明白明白 我知為什麼他只會出大件 因為可以用2A電和3A電 有可能是 所以見到現在的蒙面超人的腰帶 新的蒙面超人 有這麼大塊 只有這麼大塊 因為要裝這些電 因為我發覺他不會用餅電 餅電可能有很多問題 麻煩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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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很多人不知道 是買過 還肯入電才能玩到的 是你不肯入電 賣不留都好 大家例事說一句 如果我在香港買了 真的不著燈 我都想問這個問題 香港有鞋子部 香港有鞋子部 而他這個產品是有官方公文貼紙的 可以打他上門和他聊天 你剛買了東西不著燈 是有電話號碼的 剛才我四眼燈裡面 有一眼是真的不著 不是說是呼吸燈 很誠實 他是閃閃閃閃 我想是有得換的 應該 如果他放了貼紙 有地址電話在 因為這個可能是一些要求 等於如果我在意大利買一層樓 收樓的時候 法國要倒閉 那可不可以在香港叫他在那邊幫我倒閉呢 會說意大利話 應該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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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他公司買廣告不好嗎 好 另外再講兩隻 歡迎投訴 兩隻普通的 regular version 還是斜盒的 這些不是最新產品 不過既然有的話 這是從來都沒出過的六吋 Destroyer Drop 這隻沒出過的嗎 沒有出過的六吋 他只是夠僵 很討厭的這個角色 因為他好像很好打 但又是不好打 他沒有好打過 好打過 但我覺得這個設計 這個玩具其實有少少吸引力 因為這個真的很傳統 那種美式科幻機械人的設計 小時候在文具譜看那些 鬼佬科幻小說 譯做中文的那些封面 這些機械人 簡單來說 就是 比例不成正比 是 手腳比例 是 所以這個 反而對於我來說 有那麼多的魅力 是 但實用性真是高 他們這些比例 譬如Interstellar 那部電影 旅邊那個機械 變成一塊板 突然站起來 然後還可以快跑 是的 那些是真的機械人設計 真的有設計 真的有設計 這些也是 真的有設計 這個真的可以 還有那些機械人有少少東西 頭部隔出少少 這個頭是普通BattleJoyle的頭 因為是重裝甲 它其實可以脫掉 你脫掉它是可以的 不用怕 不是爛的 這個我反而覺得 有些吸引力 所以這樣鎖是很辛苦的 不如拔走頭 我告訴你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但這個放上呼吸燈是沒有幫助的 我會覺得瓦炸的 都可以的 有些反光就好 有些燈地台放上去 都可以的 其實很多大公司 有時都捉到 他不是不懂脫角 他不懂得脫角 就省省省省省 不知為何 這張燈 因為這張燈子 如果爸爸慢慢買給他 就真的小心 因為他寫四歲以上才可以玩 另外這個帝王 比較少出的就是 拿劍帝王 這個燈也有效 這個也有效 在哪裏 暗制的 按緊一點 對 最後 他閃了開頭 這個有用 這個很危險 有些氣勢 我射一些光 他還會斬 劍有光 這是布袍 這是布袍 所以我剛剛還以為是 那張燈值錢 反而是登值錢 我覺得有用 站高了一級 好像漂亮少少 有個台座 感覺比較多 這個可以換手 因為四歲都是換手 我看到他有拍子 是換手的 對 而這個效果是 連著手 然後擊掌劍 這個是第三集 帝王樣 很少出的 因為這個你見到做Fairpo 剛剛做Chancellor 突然間放電 和拿劍 他還未認自己是SIF 但已經出劍 有些吸引力 他這個時候也是叫做 放給天 那段第三集 就是 醉兩者之間 變帝王 好 講到這裏 講完就是一個不錯的 倉海為珠 轉頭見 轉頭見 那邊Walker要出場了 ToyceTVをご覧の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志田ねねです The仮面ライダー展の 海外初展示となる 香港での開催 Special Ambassadorに 就任できて 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 とても光栄です Incubase Arenaにて開催中ですので 是非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 中文字幕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